9月9日林志玲空降沈阳出席某活动 一些蓝色领衣群亮相大秀媒腿 现场各式放出逐多表情包 无嘴抛媚眼简直猛苦烂 另在场粉丝大呼过瘾 网友点评表情有点僵硬啊 林志玲已连续9年拍摄慈善年历 帮助早聊孩童 今年她在允福乌州杰克布拉格拍摄2018最新年历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林志玲说 布拉格原本是我大学时期最向往可以度蜜月的城市 好希望下次可以来个双人行 七夕情人节晚间上星座专家职业 林志玲在感情中很傻 谈恋爱也是辛苦的一方 都是欠对方的 对此林志玲表示自己想要小孩 唐老师说你要不要先要有小孩 林志玲则说可以 一直愿意未婚先孕 林志玲自认这些年过得忙碌又充实 希望2018年多些时间给自己 希望能回归生活原点 反普归真 新的一年想要多爱自己 多爱家人一点 也会花更多时间在慈善基金会公益活动上 回馈更多需要帮助的弱势儿童 据香港媒体报道 曾四度摘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音效的资深音效大师曾景祥 于周四9月7日下午因癌症在港离世 周年68岁 导演张童祖正式死讯 根据数据显示 曾景祥1989年创办MBS 为电影制作提供音效 及后期制作等服务 亦是音效技术先行者 率先引进全亚洲最新的数码音效技术 不少影圈中人都有 是用他的制作公司做后期 跟他合作过的导演无数 有刘伟强 尔东升 周星驰 以及叶维信等 制作过电影包括特务迷城 叶问 少林足球 中华英雄等得奖作品 据悉早年他患上癌症 曾做过手术 中阴癌细胞扩散而病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